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毛孝东的视频 以往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美国这个副总统啊 不受大家关注 但这次很有意思 两个副总统候选人呢 还不是副总统啊 副总统候选人都非常受到关注 可能个性还是挺强的 不是这个陪太子读书的那种人 都是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个观点 鲜明的个性的那种人 那么这里呢 我只好看了两篇 关于这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文章 对比给大家想一想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会影响到 中美关系的未来 他们谁当选对中国更有利 咱们大家自己判断 那么川普的这个搭档啊 万斯过去已经介绍过一点了 现在呢 主要讲讲这个沃尔兹 就是哈里斯的这个搭档 哈里斯这个搭档啊 叫沃尔兹啊 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他呀25岁啊 就来中国的一家高中啊 教英语和历史 在中国啊 什么地方他都走过 咱们知道啊 咱们中国人那时候比较穷 咱们自己的地方咱们都走不遍啊 那外国人啊 中国那时候物价又低啊 跑到中国来 他哪都能跑 他什么地方都走过 那些就是中国人一般都不去的地方 他都走过 中国面临着这个特别敏感的 关键的这个历史关头 太见证了 这是很有意思 后来他不在中国中学这个教书了之后呢 他搞了个旅游公司 这旅游公司干啥呢 专门组织美国的这个中学生啊 到中国来旅游来玩 所以他这个来中国啊 次数太多了 应该不下30次啊 来过中国啊 作为教师 作为商人 也作为政客 他都来过 他自称啊 他对中国人很有感情的 他觉得呢 中国非常复杂 虽然他已经跑了中国那么多地方啊 在中国待那么长时间 他认为自己呢 是远远没有懂得中国的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 因为中国确实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啊 尸体 国土面积大 历史悠久啊 各个地方又不一样 你越是就是说那个 对中国了解 你就越会很谦卑的成 你对中国不了解 对中国不了解的 他会用很简单的那个啊 刻板印象 说中国是什么样 看来他不是这样的人啊 他对中国 其实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呢 他认为呢 你越是去了解啊 越是不了解 应该说越是发现自己不了解 他一直说呢 他对中国呢 是有感情的 而且这感情还挺深的啊 他是喜欢中国的 但是呢 有一条 他对中国人权的这个问题啊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有他自己的观点 肯定跟我们中国这个啊 政府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啊 在这个香港问题上 咱们都知道啊 那会儿就香港 有一个叫黄之锋的 那个学生 在这个香港的那个啊 什么活动当中啊 怎么称呼这个活动啊 我都不知道啊 就是很出风头的 黄之锋 他也见过面 这个时候 他应该已经是政客了 跟黄之锋见什么面 他是这么个人 那么除了 就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啊 关系啊 他非常喜欢中国 相比之下 他很了解中国 但是呢 他自己呢 认为呢 你越去了解 你又觉得自己啊 对中国懂得很少 不了解啊 他是这么个人啊 应该说 至少从感情来说的话啊 他对中国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篇文章呢 是讲 他跟那个万磁的这个财务状况 对比 咱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啊 万磁啊 是典型的凤凰男啊 他出生于就是说 非常非常底层 就是穷白人的这个啊 家庭啊 位于就是美国边缘山区的啊 这个穷白人的家庭 后来逆袭啊 考上了好大学 文笔又不错 写了唱票书 被就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 亿万富翁大佬看中啊 支持他 他自己也发了牌 他的财产应该是在 千万美元等级呢 他是个有钱人啊 相比之下呢 这个沃尔兹啊 是个典型的就是中产阶级 普通中产阶级啊 连房子都没有 原来有处房子啊 在明尼苏达州的 2019年给卖了 卖了30万美元 这个30万美元 在北京的话 买不了啥好房子啊 够呛那玩 在上海买不了啥好房子 他的收入呢 就是工资啊 州长工资吧 不太高 还可以吧 但是不算高 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工资啊 是11万6千美元啊 每年最近呢调到了14万9千550美元啊 也就这个数 他老婆呢 这个工资也不高 所以他呢 就是没有什么财产 你要说称上什么财产呢 就是他退休金 还有他的这个一个大学的一个储蓄计划 这肯定都是优惠的啊 我也不知道具体大学储蓄计划什么样 他肯定就是免税啊什么的啊 就是优惠的这个大学的储蓄计划 除此之外的话 他没什么财产啊 万斯当然也不一样啊 万斯有很多财产 有很多的房产啊 收房租了 这两个人就这么个人啊 你要让我判断呢 我说呢 就是美国这个政客当中 不是高层政客 所以副总统 你再说怎么不掌权 他也是高层政客啊 总统开会 他总能参加吧 有一个就是说 对中国比较有感情 比较好的人 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呢 他在人权问题上呢 跟中国政府是有分析的 但是呢 就说呢 他毕竟还是就对中国 是比较友好的 而且呢 就是在过去历史来看的话 就是说 他自己啊 在这个人权问题上 跟中国政府啊 也是就发生 重大分歧的那种情况之下 他还是坚持来中国 而且来很多次 所以要我说的话 还是这个沃尔斯啊 这个副总统啊 比较好 万斯这个啊 这个凤凰男 原来被压得那么底层 后来就报复啊 这种人呢 他容易恨这个恨那个的 结果中国也是 他臭困的一个对象 这个东西啊 咱们就不许多说了 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 我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